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快訊,我是盧鳴 國際方面,英國哈里王子及妻子 梅根的兩小時獨家專訪 在美國洛杉磯時間7日播出 梅根身懷六甲 夫妻在節目中透露下一胎是女兒 哈里說我們會組成自己的家庭 四個人及兩隻狗 兩小時訪問中 梅根透露了皇室生活的種族矛盾 又說自己曾經有自殺的念頭 梅根說,英國皇室的傳統及保守 令他感到壓抑失去自由 而強烈的孤獨感一度令他產生自殺的念頭 他說,婚前沒有意識到加入皇室的意義 對於英國皇室一無所知 但現實及童話有很大的區別 他還說自己被要求禁聲 他跟哈里公開約會後 周圍的人都給予明確的指示 不能夠就事件發表評論 最初以為自己受到保護 但後來才發現 皇室更加願意用謊言 保護其他家庭成員 被問及與其他皇室成員的關係 梅根直言 女皇伊莉莎白二世對他一直很好 但與大嫂凱特的關係 梅根說 英國媒體指他令到凱特哭泣 其實是凱特自己不快 但對方時候有向他道歉 梅根說 皇室在他懷孕時改變規則 蔣子阿琪因為膚色關係 沒有辦法成為皇子令他很難受 哈里王子就表示擔心妻子會重演母親的悲劇 英國媒體報導指出 女皇或者不會收看今次的專訪 加國方面 加拿大公共衛生局表示 今個星期 加國將會收到91萬劑疫苗 當中44.5萬劑是輝瑞疫苗 其餘46.5萬劑是莫德納疫苗 聯邦政府正要求藥廠理行承諾 在今個月31日之前 共有800萬劑疫苗附運 當中550萬劑是輝瑞疫苗 200萬劑是莫德納 多倫多、皮爾區及北灣的居家禁令 今日解除 轉入安省政府芬蘭式評估 及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制度 是最後三個重回這個制度的地區 多倫多及皮爾區處於防疫限制最高的灰色 即是封鎖級別 容許零售商有限制下重新開放 但繼續禁止健身中心、個人護理服務 以及餐廳內的堂食 副省長兼衛生廳長葉阿利表示 省府採取安全及審慎的方式 逐步重開 多倫多今日會開放17間疫苗診所 為屬於優先社群接種疫苗 多倫多星期一開放17間疫苗診所 是為80歲或以上市民接種疫苗 這些診所會先確認可接種人士的資格後 才會提供服務 藥客區接種疫苗預約重開 給80歲或以上預約接種疫苗 網頁再次開放預約 市民可以在今日早上8時半登入網站預約 名額大約有3,000個 溫哥華方面 菲莎衛生局昨晚指出 區內有幾間學校暴露於新冠變種病毒 在蘇利校區有五間分別是 Gimley Hill小學 Feedwood Park Secondary Van Hurd 中學 Princess Margaret 中學 和Terminaris 中學 另外本拿比後區的Marvel 小學 就有一宗個案 比斯省衛生廳長迪德安週一早上宣布 號知21.74億元的新聖保陸醫院項目正式開工建設 預計將會於2027年投入使用 比斯省營地已開放兩個月內的預訂 預訂營地的網站已開放兩個月內的預約申請 比斯省民獲得優先權 非居民的預訂開放日期為7月8日 省環境和氣象變化策略聽預測 今年的露營季將會非常繁忙 接著我們看看今天的安省疫情 安省最新的新冠疫情數字顯示 顯著增加1631宗病例 屬於超過一個月來最大的單日增幅 並有多10名患者死亡 多倫多市增加的個案為568宗 皮爾區有322宗 約客區為119宗 咸美頓有22宗 杜蘭區有68宗 另外安省在過去24小時內 完成檢測38,063個確診率為3.4% 最後我們一起看看多倫多和溫哥華未來兩天的天氣情況 多倫多明天天呈 溫度介乎於1度至9度 後天多雲溫度為9至13度 溫哥華方面 明天呈降多雲氣溫介乎於2度至11度 後天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 溫度介乎於1度至9度 在油價方面 大多倫多地區普遍汽油零售價 經過週末顯注加了3仙之後 據能源業界的預測明天將會維持不變 將會繼續處於126.9仙的一年高位 多謝大家收看今日快訊 Mino壽司專用蟹柳 讓日本料理特工品走入尋常人家 讓熱愛生活的你安在家中細品和風 王者品牌Mino壽司專用蟹柳零售裝 解凍即食 味道鮮甜 口感豐富 是壽司和料理的萬能搭配食材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